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曾鈺成在講到移民潮的時候 他就說 作為政府無論是中央或者是特區都好 都應該要實事求是去分析 為什麼在這段期間會有這麼多人離開香港 他就提出要反思 當然曾鈺成一向都是 在建制派裡面比較多講人話的一個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李慧琼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 他們是無懼這個紫荊黨跟他爭人 而且他就認為 民建聯將會逐步向執政進發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一下到底曾鈺成怎樣看移民潮和香港的現況 他在接受HK01訪問的時候 就巧妙地地駁斥了 以梁振英為首所提出的 行政長官可以經過協商產生論 曾鈺成就再次重申 基本法第45條所列明的最終目標 即是說行政長官 到最後都是要以普選產生的 他就認為 如果有人說 香港的實際情況變了 不值得邁向這個目標 甚至乎要往回頭走的時候 官方就有需要走出來直接說明清楚 曾鈺成還說 除非他聽到有權威人士 中央領導走出來說 說他們寫基本法的時候想錯了 普選不是一個好的制度 只不過是一時不察覺 將普選寫入基本法作為最終目標 一日沒有人否定這回事 普選也是基本法的最終目標 這就是曾鈺成所強調的 也是過去這幾天以來 他和張志剛之間的隔空罵戰所說的 其實來到現在這一刻 究竟 這個普選對於香港人來說 還是不是當初的那麼重要呢 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香港人來到這一刻 都已經是心知肚明 就算去到最後 真的有行政長官普選也好 這個普選的形式 都不會是大家當初所想像的那種形式 一定是設置了重重的關卡 也會在人大831框架的基礎上 建立起來 所以我就相信普遍的香港人 都不會說有很大的期許 是不是 所以曾鈺成他再強調 說普選是最終目標 都已經是沒有什麼作用 好了 接著我們又再看看 曾鈺成還說了什麼 談及到香港移民潮的時候 曾鈺成就說 會以平常心來看待 不會苛窄任何的選擇 他還說作為政府 無論是中央還是特區 都應該以實事求是來分析 為什麼在這段時間會多了人離開 他就說不希望 簡單化地認為 所有離開的人 都是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 但是也不想簡單化地歸納為 就是外國勢力搞事 他就希望大家可以理性思考 到底這一種爭雙離開的想法 是從何而來 他說香港人要走 就有很多原因 例如說對於近期香港的現狀 感到不滿 沒有信心 但是就不能夠靠 說 嚇 和罵 來改變 他說回歸前 也有很多人走了 但是回歸之後見到 看來看去都是香港最好 那就會回來的 人人都會去他相信 最有可能追求到幸福的地方 如果香港就是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又怎麼會走呢 拿頂橋抬他 他也不走 曾育成就認為 中央和特區政府 就應該展示出氣概 證明香港是一個值得回來的地方 其實曾育成 在建制派人士裏面 他對於BNO移民的態度 已經是相對溫和 以及他所說的已經是鮮有的人話 起碼對比起葉劉淑儀之流 幾乎隔一天半天就唱衰這個BNO移民 他所說的這番說法已經是比較接地氣 我認為其實他說這件事 都值得政權來思考 雖然政權也未必會肯聽他的說話 有些人就質疑 他做這篇訪問 是不是為了競逐行政長官 我相信不是 如果要選的時候 2012年那屆行政長官選舉 他就已經出了頭 誰不知他到最後都是沒有參選的 後來又被政權投閒置散 一般做完立法會主席 一般都可以再做到全國人大常委的職位 比如說第一屆的立法會主席 范徐麗泰就是這樣 但是范徐麗泰退了下來以後 繼任那個竟然間就是譚耀宗 就不是曾鈺誠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其實政權也不是很拜他 所以我就傾向相信 在這一篇的專訪裡面 曾鈺誠所說的說話 應該就是反映得到他本人的一些個人意見和想法 是他的快苦之言 但是 甚至乎就連民建聯的意見都代表不了 因為民建聯裡面很多人都變了深藍 就跟他的意見有很多相助之處 只是說移民的看法 就已經是大不同了 我就覺得 曾鈺誠所說的說話 都是值得政權來反思 只不過他就用了一種很軟轉的說法 來表達出什麼叫做小人求諸人君子求諸己這個道理 像他所說的 是不能夠靠說 嚇吓 和罵 來改變一個人的思維 或者是行為模式 如果有部分香港人都心意已決 他都下定了一個決心 是要移民的時候 你就任由他走 正如曾鈺誠所說的 你就平常心去面對 至於那幫建制人士 例如是葉劉之流 與其你是浪費那麼多口水和力氣去唱衰BNO的移民 不如你就想辦法 看看怎樣搞好香港的經濟 香港的社會環境更好 是不是 建設好香港 使得香港將來 大家都認為這個地方是值得他回來的 你才是有本事的 你一邊就是罵人 一邊就是侄人 作用 人家走 走了他可能不回頭 這輩子也不回頭 那怎麼辦 這個是人家的自由 既然現在建制派都掌控了整個局勢 之前就有得賴說那幫反對派 民主派在搞亂 好了現在沒有了 個個都要做政治明白人 那你建制派是不是要把握這個契機 搞好香港呢 如果搞到還是好像 舊屎那樣 你哪有賴呢 證明你無能 沒有了道 所以 曾鈺誠所說的這番說話 其實是說得對的 與其去唱衰那些移民 不如你把握這個時機 做好本分更好 好了跟著就說說另一單消息 其實都是HK01的專訪 這個受訪者 就是民建聯的主席李慧琼 他就宣稱 作為政黨 就應該逐步地向執政進發 未來就是會派更多人 加入特區政府 但是現在就沒有計劃派人去參選 下屆的行政長官 他說全世界政黨都應該是步向執政 如果是獲得國家和市民支持 就會積極地爭取出任管治崗位 這些就找來講 就算有沒有市民支持也好 民建聯都已經是曾經出任過很多管治崗位 由行政會議成員 局長 副局長 政治助理 從不缺席 你還說要爭取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至於怎樣培養管治人才 李慧琼就承認 人才是難求的 目前民建聯的政治人才主要來自選舉 未來就會加強青年 專業等領域發掘人才 提升管治能力 他就說不擔心和近期醞釀成立的紫荊黨爭人 他就形容愛國是一家 立法會也有不同的愛國愛港力量 但是之前葉國謙又不是這樣說 看到人家很低 又說到人家參選立法會很難贏 但是人家之前跑了出來說 說他們無意參選立法會 反而一來就劍指行政長官選舉 就是說整班人都擺盤了 都搞不清楚到底人家的成立目的是怎樣 我的看法就是 到最後都是港漂天下 始終來講港漂就是上邊所信任的自己有 起碼來講他的母語就是普通話 如果在紫荊黨和民建聯之間作一個選擇 我就看不到為何上面要選民建聯 只是說比拼學歷 港漂人士都比民建聯高很多 起碼人家那些是浸過鹹水的 是真正海龜來的 你那班人 那些學歷 經常被人質疑的 又說那些博士又不知道真還是假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說買的 什麼國力 有一陣子都在這裡講 起碼那班港漂人士是真材實料來的 所以我就認為 民建聯說要逐步走向執政 是癡人說夢的 好了這次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